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把耳朵打开来追寻两个旋律 一个是大提琴 一个是琵琶 它们两个都是属于高音旋律 那可以听它们两个人在对话 一切都好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电影的时候呢 各位都有没有去注意 听听看电影的后面的音乐 都在说些什么呢 我们通常第一次看电影的时候呢 会被剧情给影响 因为要听他们的讲话内容 还有故事的发展 所以往往就忽略了后面的音乐 其实后面的音乐非常精彩 那我个人的建议呢 是好看的电影去看第二遍 因为第二遍的时候呢 你已经对剧情很了解了 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 就会集中在后面的背景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Zither Harp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 记得看星际大战 有没有 星际大战 哇那个画面很精彩 飞来飞去的 还有那个刀光剑影 嗡嗡嗡的 可是呢 你会对他后面的音乐 非常印象深刻 对不对 这个印象就很深刻 因为他把音乐非常强力的 贯注在这个电影里面 他让这个主题 就非常的清楚 在述说 这个整个主角一出现的时候 太空船一出现的时候 你就会听到这一类的音乐 所以电影音乐 在一部电影里面非常重要 因为它会叙说着 主角的心情 或者是这整个电影的故事的内容 所以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呢 不只看演员的演戏 也要把耳朵放到后面 注意听听看 现在后面的音乐 到底在说什么呢 你要有爱情故事的时候呢 男女主角要碰面的时候 那个钢琴跟弦乐就进来 就非常的温暖 就会让你觉得 好像有很美丽的事情要发生 所以我们常常都说 音乐是舞台上看不见的演员 接下来这一段音乐呢 也很特别 是我自己做的曲子 我从以前呢 就看007 大家都知道007 我就幻想我自己是007 可是呢 我真的不是007 那我要怎么样变成007呢 除了睡觉做梦以外 我可以把它写下来 我就在想想 我是这个007 然后我开着跑车 在那个蒙地卡罗 然后在意大利的海边 然后有很多美女 我自己在那边胡思乱想 就把它写在音乐里面 然后还有很紧张的那个警匪追逐 我们来听听看 我们来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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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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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